国民党籍前基隆市议会副议长 现任基隆市议员林沛祥 正式宣布参选2024立委选举 林沛祥站在自己的选举 看板前面强调 前进立法院就是要让基隆通勤组 早15分钟回家 希望争取市民的支持 给他一个机会前进立法院 为基隆市民以及基隆市政府 争取更多符合基隆人各方面的利益 我为什么想 这怎么会参选立法委员的初衷 我想让我们的上班族 准时上班 早点回家 早15分钟回家 陪陪爸妈 陪陪孩子 多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所以我想 去国会 到中央 然后帮我们 至少10万通勤组 我现在就可以帮他们 多争取一点权益 至少或许班次多一点 尖峰离峰班次 或许说客运公司多愿意开一点车 或许说我们票价可以便宜 而且便宜到说大家负担得起 但是车子可以越来越多 这些都是公路总局高工局他们要处理 或许我们捷运是不是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有什么改善 这些都是立法委员可以去建议的 这我至少肯负责任说 过去我弄条两条 跳挖公车 因为我知道基隆通勤太辛苦 我知道建峰时段真的 他们客运公司不愿意开 没有加班车 我真的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我愿意说 我去想办法跟新北台北做协调 我安乐区开一条 南暖区开一条 为什么 南暖区不是我的选区 我为什么愿意开 因为我知道他们等车的很辛苦 也有媒体问到 要挑战2024立委的人选 极有可能是现任民进党籍立委蔡世英 林佩祥认为 他在为基隆市以及市民该争取的福祉上 缺考缺席太多 不管是捷运也好 还是不管台铁也好 还是不管说扣来港务公司 观光局也好 全部都是交通部的问题 全部都是中央部会的问题 而这个中央部会 唯一可以改变他的人 不是谢国粮 而是现在的立法委员 国会议员 而且基隆只有一席国会议员 与其刚刚有人说他不及格 我倒不如说他缺考缺席 他一直在缺考缺席 所以我会认为说 我们需要一个国会议员 那我愿意尽我所能 把大家的声音带到国会去 请听所有基隆市的声音 请听所有我们基隆人的声音 另外总统大选和立委选举一起 所谓母鸡带小鸡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至今还没有定于一尊 以及国民党选册会的问题 林佩祥会不会忧心呢 答案是当然会 这方面会不会安心影响到立委的选情 会啊 因为以早不以迟啊 很多事情 人家说 既然 虽然现在这句话超前部署 已经变成一句笑话 但是 提前 提前作业还是正确的 第二个 我们要符合 这个时代的民意 这个时代的民意 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一样 中间分子是四十几岁 现在投票最踊跃的族群 是二十八到三十二岁 大数据跟我们讲了 已经有二十八到三十二岁的时候 那我们 那我们继续去用过去六十几岁 七十岁的思维 来去判断未来的走向 这其实是很不可取的 所以符合 未来 时代的趋势 民意的趋势 是本党应该要 优先做的事情 林佩祥也强调 如果党内有其他同志 也宣布要参选 2024立委 他一定会依照党内的初选体制 来进行争取提名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